国际记者 多年来纵横四海 在世界各地都创造了很多传奇 您切入正题 就包括这个什么 生混血儿 你说这真是了不起啊 孩子非常漂亮 咱们讲埃及吧 你再夸人了不起 就什么都说得出来 他的这个成分很复杂 就包括这个 各方面背景都 埃及局势比我复杂 而且我们域军是学阿拉伯语的 对不对 你当年在哪学阿拉伯语 在开罗大学 在那边那个新闻系去交流了一年 那你在埃及生活 这语言完全没问题 不是我们当初学的是那种规范语言 然后到那他们讲的其实是这个图语 很有特色的一个图语 所以你要跟当地人再去交流 然后慢慢就学了 就跟学广东话一样 对 你觉得这个阿拉伯语有什么特点 因为你英语也很好 你对比之下 发音特别靠后特别难说 但是它是一个很 它很古老 其实最根本它非常古老 所以它的语法结构很复杂 一个动词有18种边位 所以我觉得就是 那个脑子都会学得有点值得 聪明 聪明 而且我也觉得 我听阿拉伯语 我完全不懂 但是听起来很漂亮 尤其我听他们念诗的时候 对 你听他们念经念诗 那真的是很美很美 就有时候 比如说在一些穆斯林国家 比如说道典 他们在互拜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会呆呆的 站在那听好久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词 就是你填上能唱的 因为它是这个韵律感很强 是 那就古兰经听说是最美的声音 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学的 最高境界吧 可以讲 这挺奇怪 当然这是更深入的问题了 现在咱们讲这个浅层次的问题 就是这个埃及 埃及最近什么情况 这个异军是什么时候采访过 埃及的这个街头骚乱 去过好几次 其实就是在那个留学以后 就是那个两年前 去推翻巴拉克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所以就是我当时是看到的 整个是非常和平的一个情景 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 结果今天人穆巴拉克脱罪了 那个贪污罪 这个真是很有讽刺意义 感觉像回到原点 对我觉得亨本能 抬着棺材到法庭审他审他 好像这个人快审死了 那是装的 那是装的 那是装红情 一个大墨镜 就不让人家看到他的表情 而且你知道去年 就前两年的时候 我后来有些朋友去旅游 他们就说当时其实局面 在就是革命之后 他们去的时候就觉得 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但是大致上老百姓还是很和平 就革命之后 整个情况还是很平静 大家还是有点乐观的情绪 没想到两年之内 整个的这个革命 跟我们看到的在利比亚 在叙利亚都不一样 人家上来就是打内战 但是在在埃及 就是18天抗议示威 有零星冲突 但基本上大面上是很和平的 但到今天 这个血腥清场 是整个把他这个革命的元气 一种和平的元气给打破了 这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看到真的是蛮伤心的 所以他有点俯军追西 西呢就是他是2011年那次 你可以看看当时 这义军拍的照片 这次哈 你看当时拍的 这个是 这是13年前了 13年前 我当时在那儿 在这个是在 开罗大学的这个门口 在念书的时候 有点知青范 对对对 现在也是一个 留学冲突的一个地方 就这次的动乱发生的 对这次在门口也有 就在这个门口有聚集 对对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他2011年采访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觉得推翻了 一个独裁者以后要整个要去改造社会 从刷马路开始 说我们连这个 连这个 这个Zebra 这个人情通道都没有 我们要开始刷 然后你看 背后的就这个坦克 当时就像是一个摆设一样 对 这感觉有点 NGO的感觉 对对对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人们在坦克前面 在就是在做祷告 现在我估计就得开过去了 所以这个情景 真是此一时彼此 当时真的是军民一体 对对对 这个雨水情非常的 我今天在个报纸上看到过一个评论 因为埃及的局势我是完全不了解 他就讲呢 说这次好像血腥镇压是吧 你看外界的人 欧洲都不干了 美国也什么什么不援助你们了 他说可是 他说在埃及本国国内啊 没有引起那么样的憎恨 这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开枪的对象 所以这个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和平示威很重要 你像台湾那个洪仲秋 你和平示威啊 他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 这种高度正义感 但是他说 你如果人群里就有人是拿AK47的 那么这个这种就说 所以说你说有的个别的 也我不知道多少 有的开罗市民 玩会就是开枪镇压了以后 他们还庆祝 就因为日子终于安定下来了 是这样 其实最大的就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两年前抗议示威的这个主体 是这个中产阶级各阶层的这个老百姓都在里面 但这一次呢 其实是局限于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那么埃及整个的社会 其实对穆斯林兄弟会都是有点排斥的 他们不太喜欢他们 所以这个老百姓也就是转过头去就算了 你们要管他们就算了 我们反对暴力 但是我们更讨厌这个木兄会 所以 可是问题是木兄会的支持也的确很多 他们很多 对对对 所以这又像是什么 让我联想到最近很多人也会拿埃及跟土耳其来比较 你比如说在伊斯坦布尔 大家去那些地方会觉得这是个很洋派 很西化的城市是不是 那现在莫名其妙说晚上十点不卖酒了 那年轻人不干了 出来抗议示威 觉得好像这个政府怎么这么保守 可是回头想想看 现在的土耳其的政府被推翻的木耳其政府都是民选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看到的这么洋派这么西化 包括埃及现在这些造反的年轻人 二十来岁用脸书什么的这批人 他们固然人数很多 但也别忘了另一边人也很多 甚至多到能够透过民主选举选出一个政府 但你说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都是两个很洋派的国家 但是这两个政党都是穷人党 他们的这个选民都是穷苦大众 那么他们上了台以后呢 更多的是要去照顾他们的选民的利益 而去忽视了这个中产阶级 就你说用这个脸书用什么这样一些很洋派的人 那么而且其实现在有一个全球的大背景 就你不光看到在土耳其 在埃及在巴西也都出来了 对吧 因为全世界现在第一次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人数 是超过了贫困人口 你这句话说的有意思 他的中产人数 其实我们讲这个中产阶级并不一定说 我要多我有多高的这个收入 它是指那些温饱已经是满足了 开始懂开始想别的事情的人 他都被称为叫这个中产阶级 那么你没有满足他们的利益 他们就起来反抗了 这个他这个观察挺有意思 因为呢好像过去有一种观念啊 就是说这个就是穷人党 比如说什么叫左派和什么叫右派 有一种简单粗暴的说说法 就是说这个左派就是穷人的 代表穷人的 右派呢就是代表富人的 但是呢 左派讲公平 对左派讲公平 但是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穷人党啊 他这个 所以有人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就说这个这个穷人啊 与其说他渴望自由 要求自由 不如说他只是憎恨主子 所以你看他打赌和芬甸丁 他的推翻 但是往往他推翻之后啊 他没有这样的精英知识 经验和能力 去建立一个平衡各阶层的 一个稳定的一种统治关系 可是这件事 我还是觉得不太看得懂啊 埃及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讲没错 穆斯林兄弟会也好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或者他支持的这个政党 就穆尔西原来那个执政党 或者说土耳其的现任政府也好 都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的支持者 大部分是穷苦大众 而这个穷苦大众里面 又有很多呢 是宗教信仰上比较保守的 是很奇怪啊 美国也是 美国就是穷苦大众 最相信这个基督教右派 都是共和党里面很奇怪的 一堆基层选民都是穷苦大众 都是这样 就是越是穷的 信仰越虔诚 然后越保守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穆斯林兄弟会 他塑造了一种 我觉得这中东地区 很了不起的模式 就包括后来巴尔斯坦 都是在学他 他们就是他一起家的时候 他除了讲信仰传教之外 他关注的是社会福利 所以他一开始就很有效的 把穷苦大众跟信仰结合在一起 可是问题是 墨尔西上台之后的这些政策 我后来看到很多评论 一些报道说 他现在是甚至是被国际劳工联盟除名的 就是因为他通过很多法力 是对劳工非常不友善 说他上台之后走的那个政策 是一个偏帮大资本家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你要从穆斯坦兴会最早的发家史来说 他并不是穷人 就是说能够组织起来的人 就是他这个政党的基础票仓是穷人 但领导者他并不一定那么穷 甚至是大富豪 甚至他们也是有一些精英在里面 这个穆斯坦兴会在开罗的时候 在60年代的时候 遭到了当时的埃及总统纳塞尔的追捕 这个围剿 今天我们看到这死了几百人 我们觉得就很多 当时是多少 50万抓的关的杀的 那个驱逐 然后他们就在哪去了呢 就流亡去沙特 然后在那儿居然赚了钱 因为这个沙特人 他不愿意去干活嘛 他们是带着知识去了 然后呢这些人都赚了钱 有了第一桶金 他们又回到埃及 就后来的那个第二个总统 是对他们有特有这个特赦 他们又回到埃及 所以他们才可以去经营企业 当时好像是在埃及的 那个十强企业 有六个都是这个 穆斯林兄弟会的 所以他们有钱可以去做善事 他们要去发挥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就从商之后要从政 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 所以墨西上台 做一些偏帮商界的一些政策 也有这个原因 而且沙特跟埃及是个什么关系 两 你从历史上来讲 这两个国家都是在抢夺 对阿拉伯国家 这个特别是逊尼派的这个主导权 那么沙特对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是特别恨的 因为沙特里面的激进分子 要推翻这个王室的权 是来自于这个兄弟会的 那么兄弟会 其实当中的一个最出名的人物 就是本拉登的精神导师 我们可以看看 好像有这个照片 哎呀我真是没机会认识导师 不是拉登的 拉登的导师 拉登也没有那个见过他 是见过他的弟弟 这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墨西 这是墨西 年轻的时候 他到美国去留学材料学的这个博士 而且当时他在美国的这个宇航局工作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他是一个这个穷人党 我觉得这很像是在一个断头台装置附近 这照片很不吉利 你再看下边 下边导师 好 这个是导师了 你看他也是穿西服的 他也是去美国 但是他照片是在铁栏杆 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被抓了 他本来是一个写理论的人 他讲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理论 到最后他是号召大家去刺杀总统 所以被抓了 然后被绞死 他一被绞死就成了他们一个烈士 训教的烈士 一个是 就不朽的精神导师了 对 现在是咱去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心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昆安湖海口多际独家区 世界的欢乐集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良春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听说墨尔西两个儿子 是美国护照 对 很多人就拿他来开玩笑 说你现在是当总统 就那时候 说你儿子以后 可以选美国总统 在美国生老 对 而且你看他这个人 当时他上台的时候 他也讲民主 他谈论民主 而且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这个我们要给人民以自由 因为不自由的人 相互仇恨 他们做事情都没有德行 所以我们在埃及 要去实现民主 但你后来就发现 他讲的跟说的当中 有很多的出入 在权力面前 就不要谈民主了 我觉得其实很可惜 就看到这个国家 这回搞成这样 是就重新提起一个老问题 就以前总在谈一个事情 就是说做民主政治 需不需要先有一些 所谓的公民素质 不是老说哪个国家 还不能搞民主 因为人民素质不够 但其实永远是鸡跟鸡蛋的关系 就素质是个需要在制度中 培养的东西 你没这个制度 素质出不来 但是有这个制度 素质不够又撑不住 因为有时候我在想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是 一些的政治素养 或民主素养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穆尔西他上台了 他为什么会被推翻呢 是因为他上台过去 这一两年内 我觉得他非常的不懂得和解 也不懂得 对 他绝不退让 你比如说你明明这个国家 现在意见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有两帮非常不一样的人 他就不管你那一帮反对者 他说我现在人民赋予权利给我 虽然是民主 你是民选 没错 但是当有这么多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不去理他们 硬要干自己的 然后用的人也都是用自己的人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很没素养的一个 政治素养不够的做法 那当然了 大家不接受自己的一个民选领袖 然后军人出来要推翻他的时候 那些反对派又跑去说军人干得好 这也是很没民主素养的事 他当时即便他想推让 他背后的人也不会让他去推让 因为他当时根本是被推出来的 并非这个慕雄会的第一人选 那么他在埃及不能退让 整个中东的其他宗教政党都在看着他 大家在地下活动了这么多年 突然有一个人从囚犯到总统 可以去掌权了 你可以推吗 你不能推 但是他们做的手法是很愚蠢 他到就是这个慕雄会 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目标 很含混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没有很明确的说 我要怎样去治理经济 我要怎样怎样都没有 他一上来先去管人家 你穿牛仔裤是太短了 还是太紧了 然后贴这个领导人的像等等 就搞那一套东西 这个经济上面 他也是去选择了一些自杀式的这种政策 就是去给大家去提高税收 然后那个汽油又没有了 又进不来 因为当时就整个他们国家的经济性欲比较差 那个利比亚还有另外一个美国 我忘了 本来要给他们去供油的 他给人家去打白条 人家说我信不过你 所以大家整个后来就闹油荒了 但是最根本一个即便他退让 我就说 这个世俗派也不能够真的让他们去执政 因为他们看到了在伊朗1979年的时候 就是中产阶级去革命 宗教势力上来夺取这个成果 搞到现在有30多年了 所以你现在 对 绝不能让他再干下去 这叫什么呢 造反有理 治国无方 对 他这个不会治国 是吧 但是你觉得埃及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自己认为自己首先是穆斯林 对吧 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 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心态很开放 会讲笑话 他们整个革命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 一个特点 就是大家都开始讲 就是会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来讲笑话 直到现在清场不能再讲笑话 就是没有办法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看了 他们是一种很乐观 我觉得很少去思考未来 好你跟他聊 但他们的自豪感又非常强 我当时去上学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就一见他 他们讲到我们的这个古老文明 就是我们是宇宙之母 还不是说全世界 我们是宇宙之母 有强烈的民族自身 有金字塔 有尼罗河 觉得你们哪个国家历史可以跟我们比 这个自豪感特别的 但是实际上这日子过得相当于咱们哪个城市 那就不好说了 相当于咱们中国哪个地区呢 他这个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农村的话 他每天生活在两美元以下的人是60% 对 这是很厉害的 还是挺穷的 但是这些农村人口 这次的在两年前推翻巴拉克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起来造反 其实到这一次 这个帮幕凶会是有一大部分人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可以回顾一下 你发现埃及 今天大家想到就觉得很乱 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都印象他很穷 但其实埃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一向都是 一个比较开放的 比较洋派的 比较国际化的 尤其文化学术思想上面是 简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明灯 就他的大学出了多少人给整个阿拉伯世界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导师 导师也是他们那的人 那个导师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常常 我有一段时间对幕凶会的这些领导人很感兴趣 就是因为我在想 他们其实有点像 民国初年 清朝末年 一直到民国 大概中叶的时候的一些的 中国的一些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 遇到了西方现代化的挑战 你要回应 你怎么回应呢 有一派人就主张我们全排西化 其实埃及试过的 其实现在这个世俗派跟这个 这个宗教派别的分野也是在这个地方 拿破仑打到那个埃及去的时候 50年以后中英这个鸦片战争 所以当时是全世界的这个 古老文明都碰到了船舰炮利 对 这个比方好 咱们又得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合照五年过九旬的哲学翻译家 结果病的罪状是 三亿龙素的西方这些事 是为了自批资本主义招魂 他口述上学季 注意读书时代 那时候老师啊 随便你教什么 随便你讲什么 阳光保险明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你看 就是这几年一直在说一个啊 就是叫伊斯兰 就是叫伊斯兰建国呀 还是叫一个一个伊斯兰的一个政治化 对伊斯兰政治化 就是说有一个代表伊斯兰的政党 甚至很讲究一些宗教传统力量 但是他们貌似也是通过选举的方式 最后掌握了执政权 那么掌握执政权呢 最后这个国家就是感觉啊 他会推行很多跟宗教的推广 有关系的这些政策 但是他们讲呢 也有好的就说是土耳其弄得不错 现在又有问题了吗 土耳其是很特别的 情况跟所有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不一样 土耳其是当初凯默 是个完全非宗教化的人 他是以一种强力的手段 完全是独裁的手段 去进行了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国家改造 当时念古兰经的那个都不行 要放在家里地板底下定起来 就到这个地步 不允许你眼睛 他逼人到这个地步了 而且土耳其 其实这几个国家 我觉得都跟中国可以比较 就历史上 因为以前中国不是给人叫东亚病夫吗 这个东亚病夫其实是 后来才有的讲法 最早人家是讲欧洲病夫 欧洲病夫讲的就是土耳其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欧洲人 一谈中国谈清朝 就喜欢讲说土耳其跟清朝 两个比较 所以也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埃及 土耳其 中国 我们都面对的问题就怎么办 人家打到来了 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是谁 对 寻找你的身份认同 土耳其走的路就是坚决西化 就是人家船舰炮利 我们照着搞 那埃及呢 还有最后的几个苏丹 跟纳塞尔他们也是这一路 但是问题是呢 对 但是问题是呢 有一帮人想法不一样 像穆斯林兄弟会 他们这帮人原来也都很稀化 对不对 刚才 对 他这里头还有一个更关键的 是除了在18世纪 被法国 英国这种全舰炮利 到后来又来了 然后他又来了一轮是谁呢 是以色列 对 阿拉伯国家跟这个以色列打了五次 全都败了 对 而且这个新代半岛丢了 圣城这个耶路撒冷也丢光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觉得我们原先的这一套帮不了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 最后就是回归宗教 对 回归自己民族里的力量 对 就要找回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有点像中国那个时候 也有批评说要找回文化的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文明启示录